俗话说,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音像里的杨子还是家有儿女里的小雪,现在她居然都开始拍吻戏了,还是和面谈歌杨志刚,婆婆真是一时无法接受。 说起杨子,就让我们想起另一个童心,她就是小婉君,金明。 1989年,穷妖剧婉君中模样可人的小婉君,就是金明扮演的,深受观众的青睐。 而后她又连续出演《雪科》、《青青河边草》、《梅花烙》等多部穷妖剧,简直就是穷妖阿姨电视剧的运用小明星,后来她转工学业,经验淡出了娱乐圈。 完成学业之后,金明复出拍戏,一直不温不火。 四年前,她出演《新天龙八部》中的《天山同老》,怎么说呢? 金明虽然淡出娱乐圈这么久,但是她的演技还是可以吊打某些小花旦十个来回。 虽然金明现在的名气也不如从前,但是小婉君俘获的粉丝还是一抓一大把的,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名嘴,萨贝宁。 萨贝宁在主持《少年中国说》节目时,大胆表白金明,我一定要娶永远生活在15岁的金明。 我14岁,我就跟我爸妈说,我长大了一定要娶她。 这场暗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持续了20年。 人家女神可是从始至终都不知情,婆婆正替她担心,要是李白看了节目,小萨质不定得跪留言咯。 如今小婉君已经37岁了,虽然常常被报道已经结婚,但其实她还是截然一身。 有时间散散步,溜溜狗,阅读,做手工,生活悠哉悠哉。 希望未来的日子,金明能早点遇到真命天子,生活幸福美满,同时也期待她更多的银瓶佳作。